Sava流行數位媒體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女人探討好辣 志涵 來 這邊是三位 媽媽 對不對 美女 媽媽 邰哥 怎麼樣 你說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不是 不是 你很熱對不對 好熱 因為你最懂要噴息女人 對 女人懷孕真的很辛苦 可是你知道嗎 當我生完之後 怎麼樣 錯 懷孕是最幸福的 因為當你的小孩一出來 Oh my God 真的 對 有些人懷孕的時候 他那個什麼 孕吐 或者懷孕 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那也很苦 可是小孩生出來 我寧願吐到死 他真的很疲 所以 因為懷孕的時候 很多人呵護你 對不對 老公那時候 對 我跟你講可能是一輩子 懷孕那時候 老公是最保護的對不對 真的 連捷運都能讓座 是不是 對 好啦 今天有很多媽媽的苦水 是不是 我們來看看有些禁忌 好不好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來 這裡 不能吃生冷食物 蕾亞 是 妳喜歡吃生冷的 我很愛吃生魚片 原住民有在忌諱嗎 沒有什麼忌諱 生魚片這件事情 而且我在懷孕的時候 還是有身邊朋友跟我說 就是盡量不要吃 可是我很愛吃 我懷孕前 我一個禮拜可能要吃兩三次 這樣子 超愛吃 我可以為了生魚片 然後就是殺到屏東去吃 然後再回來 再這樣子 對 有這麼愛 我超愛 所以懷孕前三個月 我真的覺得好痛苦 我覺得我快憂鬱症了 然後後來過了三個月 人家說就是好像比較穩定了 就是胎兒比較穩定 我就問醫生說 我到底可不可以吃 吃生冷 我說我很想吃 那醫生就跟我說 其實就是 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但是你要注意食物的新鮮 跟就是乾淨 對 他說只要我確定 它是新鮮 它是乾淨的 我就去吃 這不是懷孕 平常也是不能吃 沒有 懷孕可能更怕一些寄生痛 是 當然 這要吃要帶顯微鏡 跟每一個 就是每個都要切片 每一個都要看清楚 所以你後來真的吃了 我就吃了 你很大膽 我沒有一直吃 我大概一個禮拜吃一次而已 還是很多 還是有吃 我跟你講 我女兒懷孕 我跟你講 我女兒真的是 對她的第一胎 那真的完全是 照醫生祖父 所以她生的 她也很愛吃生魚片 日本料理還要吃 我們約了幾次 她去都不去 忍住了 她去可以 要吃熟的 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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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熟的 好不好 蕾亞吃的有會怎麼樣嗎 我們叫問醫生 王醫師真的不能吃生冷的嗎 是喔 因為其實我們對於生冷的食物 我們就講我們當年在念醫學院的時候 看寄生蟲學 就是菜市場買回來的魚 你看一下話很漂亮 前一鏡看裡面都蟲在那邊爬 對 所以牠有的時候是擔心說 我們不小心真的誤食了那個生魚的 那那些寄生蟲 進入到我們人體的循環去殘暖 甚至會影響到小朋友 這個是你要顧忌的 那你說有那些蟲 你只要把它煮熟了 當然就沒事了 所以一般寄生蟲的這種循環 你怎麼知道那隻魚有沒有被污染到 因為你不可能去這麼仔細 每一隻都去看 對啊 所以最好的方法還是盡量不要去吃 牠是最安全的 你要吃可以啊 生完再吃就沒這個困擾了 是 還要憂鬱症耶 怎麼辦 對啊 對啊 太嚴重了 所以你的飲食上面還是要挑選 那我在這邊分享一些有 之前有一個產婦 一個媽媽 那有些人她就太過當了 她就萬事都很小心 她來門診一個很年輕的媽媽 她初期懷孕 然後她就很緊張 然後她一來門診就說 醫生我要吃什麼 我哪些能吃 哪些不能吃 然後哪些維他命 我們就說一般你均衡飲食就可以了 你平常吃什麼 大概現在就可以了 除了醃酒不要碰之外 大部分食物就可以吃 那你真的很擔心你營養素 攝取不足的話 我們可以建議你去買一個 孕婦專用維他命 那結果那個媽媽她就是說 你等一下 這包包這樣甩過來 一打開 咚咚咚咚咚咚 十幾瓶 我也是 我懷孕的時候 對 我就是這樣 對 然後就說你看這DHA 維他命C 然後什麼什麼 早餘什麼樣 一大堆 她這些可不可以吃 我說你買這麼多 那你這麼 很薄 對啊 太快樂了吧 我懷孕的時候 我光吃維他命 我覺得我就飽了 我每天這樣一吃 要八到十顆 一次 我就是這樣 一把卡我就吃 我就說你 正常隕食就好了吧 我說你買這麼多東西 你這些東西拿去吃Buffet 不是比較快樂嗎 吃到平平逛逛幹什麼 真的嗎 我說有些東西太過量了 真的不大需要這樣 我也沒吃什麼 吃一顆維他命 我兒子就4120了 還要吃 真的 我覺得我就比較像 王醫師剛剛說的 就是那個小心翼翼的媽媽 那光像生育片這個 我根本就是連碰都完全不碰 完全不碰 那像生育片的話是 我在懷孕前 因為就有過那個 甲殼類過敏了 所以我本來就知道說 那當然生育片我就不要吃 那同時間也有同期懷孕的媽媽 那她們就 也是像雷亞這樣子 就是真的是沒有辦法 不吃不行 不吃是憂鬱這樣 然後我就發現 有吃的媽媽 但同期我們生出來之後 她小朋友就有那個 嚴重的異位性皮膚炎 所以我那時候就自己在想說 會不會就跟當時她都沒有忌口 是有關係的這樣 因為說真的 我小朋友出來 她的皮膚非常好 真的會 像比如說你吃生育片 就會造成可能有異位性皮膚炎嗎 張醫師搖頭 我覺得事實上我們在講這個 事實上要注意一個是 深 一個是冷 那另外一個也是要考慮到媽媽本身 因為我們知道懷孕的時候 初期你本來就是腸胃節會比較差 萬一真的有腸胃炎 我們要做一些治療跟處置的時候 好 X光不能照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 進去就不希望照 那第二個在給藥上面的話 我們又擔心寶寶的問題在 所以為什麼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生完以後就不管你了 不是不管你 就是說我們在用藥 或者說在做一些診察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大膽 就是說因為沒有 互激到胎兒的部分去做處理 是 所以蕾亞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我孩子的皮膚很好 天啊 我剛剛講到原住民的這個部分 我是有聽過 我不知道這是真的來講的 就是說像他們那個山豬肉 事實上山豬肉聽說 因為山豬肉它是嚼勁比較硬 所以有時候他們會放了一段時間 讓牠有一些蟲還是什麼 然後牠會長蛆 對 然後再把蛆弄掉 然後再吃 那你說那個 那個如果說山豬肉 那種的山豬肉 如果你沒有再去煮過或說煮回 那真的就非常的危險 沒有 牠講這種 就像我們看一般吃牛排叫熟成 對 熟成 對 牠會把那個外面的最腐敗的那些地方 把它去掉 取到裡面那個嫩的地方 那就是叫熟成 那你有吃嗎 懷孕的時候 有 我什麼都吃 很厲害 這就體質 還有一樣遺傳 每一個人不一樣 對 是不是 好不好 不能按摩 不能用痠痛貼布 你知道我那時候懷孕這個天人交戰 是喔 那個腰痠到一個 好不舒服 然後小腿也很痠 對 然後又怕貼那個會有肋固醇 還是什麼 會影響它 肋固醇 消炎止痛 對 消炎止痛的不要用 阿諾你有貼對不對 因為你知道嗎 我懷孕前 我就是一個很容易腰痠背痛的人 那你就可想而知 我懷孕的時候頂個這麼大肚子 就很不舒服 而且那個腳都會腫 腫的時候 超想要按摩的 所以你知道我有一陣子 我就是其實還是都有貼 痠痛貼布 然後是有一次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有跟我說 你不要再貼我來開 孕婦可以吃的止痛藥給你 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 你就吃 所以我就最後改吃藥 那我其實也忘記 我也不知道說 為什麼孕婦不行 我那時候也沒有問 因為我想說 反正我第一胎 醫生說不要 那我們就不要做 但是唯獨是我沒跟醫生說 我有按摩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其實有按摩 我那時候買的那個按摩腰 然後腳底按摩的機器 我懷孕的時候 就腳底按摩那台 然後就這樣子沒腿機 我按到那台都壞掉了 對啊 我是去給那種專業說孕婦按摩的 我也是 沒有 我是在家這樣按 沒事就這樣按 妳環境比較好啦 對啊 身體在家按 那其實也很OK嗎 我不知道 我用28週之後 我就工作很嚴重 對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這樣影響 真的不能按摩 不能什麼的 可是我懷孕 我還是照樣 就是 妳去按摩 我照樣按摩 然後奔跑 妳有咬底按摩這樣 我講什麼 有 我有跟她講說 就是我有懷孕 妳是第一胎嗎 還是第二胎 第一胎 妳想說第一胎照舒癢 她都沒有照舒癢 原來是妳 原來是妳的 生不死 可能不一樣 出血的不一樣 對 可能不一樣 要按摩 要吃生冷 真的 可以 怎麼樣 可以 喝咖啡 重點是媽媽要開心 對 所以我還是有去按摩 然後 但是我有跟她說 我有懷孕 所以她說 她會避開什麼 就是容易 刺激公縮的一些穴道 對不對 對 我就不是找人 我找機器這樣 沒辦法跟她溝通 真的 對 機器避不開 對 也就避不開 對啊 而且我 也是有貼那個 酸凍貼布 真的 但是我沒有常貼 我是懷孕到 差不多八個月左右的時候 因為我還去工作 我一直都有工作 然後就是 那一次是一個音樂季 那因為跑跑跳跳 這樣唱完 就是快一個小時 你頂著肚子跑跑跳跳 對 那是個運動 好厲害 我又是可以運動的 更好 對啊 然後但是就真的很痠 所以我就那一天 有貼那個酸痛藥布 但也還好沒有怎麼樣 對 因為我貼滿滿 就這樣貼貼貼 這樣 我們來問專家 問醫生 到底可不可以貼 好 不能貼 貼是可以的 可以 不要嚇我嘛 要人選擇 是 對 因為一般來講 一個孕婦媽媽 其實你一個懷孕 從初期一直到最後要生 你的身體的負重 從你的體重 可能一開始是50 然後最後可能60 胖個十幾公斤 所以你的負重 都一定都在你的肌肉 神經去壓迫得到 先就腰痠背痛 甚至手腳都會有痛 那到底可不可以貼 其實就要看裡面貼的成分 你那種很簡單 那種桑胖是很便宜的 那種很簡單 那種大概比較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那種 又上面又有中藥成分 貼上去都黑黑的 那種就真的不大建議 因為它的副方成分 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它可能會經由你的皮膚滲透進去 萬一它有一些類固醇的成分 對小朋友都不見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 所以還是要看貼的這個東西 它裡面的成分 都要看起來 我想在看 那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不要哭啦 看到你又高興了 就是現在 POPPOP 就站在這裡 一副勾公公的手走入正常 假設我有媳婦的話 我是OK的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時不斷線 搶檔綜藝節目 熱映中搜尋東森娛樂台